在甘鲜菜市场 给营王厨送菜 高车辣菜 一天三百 月薪就是九仙 供吃的 每天都有活吗 有啊 我们是固定的 在这里压干固定的 刘大哥做这份送菜的工作 已经快两年了 大哥跟红娘说 即使他原来一直做钢材生意 从钢厂进钢 再卖给厂子 中间挣个差价 可是没想到 这份收入还不错的营生 却在2016年出现了问题 因为我设货 我朋友我借了 就白山市普通县 在那设的百货 设的那样的 完了钱到时候都给不上了 那是16年的事 那欠你多少钱呢 欠我三百多万 三百多万 完了也打完了 就是说 今年肯定能给我 刘大哥告诉红娘 其实啊 他现在的日子 也不紧吧 一个是他每个月 还有九千多的工资 另外一个 是他在老家 他家黑龙江还有点地 每年也能挣点钱 我家元旗黑龙江的 败选的 我来长春三年来年了 我是二十四亩地 抱着一年一万二 提起老家 刘大哥叹了一口气 大哥说呀 其实他这些年 除了在生意上不太顺利以外 在感情上也挺坎坷的 我从小夫妻是 我在黑龙江 他是老师 我大喜好长得最好看的 最好看的 满电影明星了 我全部给你看完一样 完了后来 感情的问题 我朋友告诉我 你笑张什么的 完了你俩分开了 对 然后我来到长春了 刘大哥的第一段姻缘 只维持了一年多 两个人就分开了 分开以后 大哥就来到了长春 开始接触钢材市场 做钢材生意 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经人介绍 在1994年认识了第二任妻子 两个人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 还生下了一个女儿 你俩在一起过了多长时间 二十来年了 那你俩是因为啥理的 麻将吧 他打麻将成年成熟的 是不是就打了麻将老大了 刚才市场麻将 不是说三块五块的 都是 都是五十百八的 你知道多大麻将啊 你好几万 好几万 你促养 2019年 刘大哥因为不喜欢 前妻打麻将 所以再次选择了离婚 这次分开 刘大哥把房子 留给了前妻 而他则是分到了 目前赎在外边的 三百多万欠款 就这样 没有房子 手里也没有什么钱 的刘大哥 又在2021年 遇到了他的第三段缘分 早事我来买菜 这个还是有个早事 我们去买菜 不认识了吗 后来聊得挺好 后来我就 我到他家 他给我领家 我去看看他家 我瞅着 那家造的就是 那个五十多平房 造的那屋 就是吃完饭 那房碗都不刷 在那缸 就这样是的 我必须得感情 不感情就不用谈 不用谈 必须得感情 咱就说 咱不是要求 咱就说他有多少钱 那是有什么什么什么 我不要求这个事 刘大哥在找伴 他最在乎的 就是对方一定得干净利索 至于女方有没有钱 他是一点都不关心 因为大哥始终觉得 他有能力 承担两个人的生活 我假如说 今天我钱回了 我要买房 我不可能在长春买 你想在哪儿 我想 我找到另一半 我去跟他沟通 觉得哪个城市 适合我俩 想去哪个城市 去发展出生活 那他又觉得 长春适合生活呢 那也可以 也可以 就是你的意思是 我还主动是我喜欢的人 我要听他了 看得出来 刘大哥对于未来的伴侣 是非常重视和尊重的 于是红娘根据大哥的作偶要求 找到了同样生活在长春市的 王萍 王大姐 那么王大姐 会不会是刘大哥 理想中的伴侣呢 我还行到那边接您去呢 大姐 进来吧 往这边走吧 那边还没放的东西 我还行到那个等 你得打个东西 就是租出去了 现在也是 这是你的门 是上学门还是在 没有 就是打工 在那个家居厂 挺简单的 就是那个 擦擦门的什么 给他装一装 那个什么零件 什么的一些东西 不太累 在日本三年 王大姐是又不喜欢 这份工作又想家 于是就回到了中国 又陪在了父母身边 两位老人为了大姐的未来着想 于是又做主 让王大姐重新走进了校园 在哪儿上了学 在咱们极大 因为我是那个什么 我是咱们极大的家属 就是我们极大的那个 所谓那种 民办的那种学校吧 上几年学 上了四年 就是说那个咱们那个牙齿 根管治疗 像又取动了什么的 修复了什么 这一类的 这方面的 那不就是牙医吗 对 上了几年学 然后又进修了几年 然后进修又去哪儿了 进修在咱们几大股腔 在这块上了四年大学 完了后来又进修了 进修几年呢 进修好像两年多 学了六七年的医学 可是最后王大姐 却没能从事这个行业 大姐跟后娘说 刚完成学业不久 她就遇到了一个男人 两个人处了一段时间 就结婚了 婚后王大姐过起了 全职太太的生活 这一晃啊 就是六年 大姐那你是啥时候 离得婚的 19年 因为啥离婚的 怎么说生活习惯方面 它比较那个 就是 身体方面吧 也就是说 就是 喜欢喝酒 喜欢抽烟的 然后 身体出现糖尿病了 然后 还是那个 不控制这个生活习惯 最后完了 然后肺子不好了 就像那个结核那一类的 然后 怕穿啥 就分开了 那你有没有小孩 没有 没有孩子 2019年离婚以后 王大姐就搬回了娘家 生活在了父母身边 大姐说呀 这些年 她没有小孩 父母也不需要她操心 所以她在生活上 也没啥压力 就一直都没出去工作 基本上没什么工作 我生活也没有什么负担 我也不想去 那个 挨那个累了 也没有孩子 就是自己 王大姐平时没有什么兴趣爱好 也不喜欢穿戴打扮 交际的圈子也很小 所以大多数的时间呢 都是宅在家里 大姐跟红娘说 别看她一天好像无忧无虑的 可她也有觉得困难的时候 你现在去年 去年这不都阳了吗 我是基本上就是一天一宿 没下来床 喝水都没有人给我到 我也不能叫父母 父母有的时候休息 有的时候血压有点高 你一叫他吓一跳 心咋地了 一天一宿我连厕所都没去 想吃药自己 就想喝口水都没有给我到 这要是身边是有个伴的话 那她不就能照顾照顾你 随着岁数一天天见长 王大姐也逐渐意识到 她是该找个伴了 毕竟父母不能永远陪在自己身边 并且她还没有小孩 就怕这生活越过越孤单呢 人品好有正事的那种 生活习惯好一点的 你觉得啥样的算是人品好 咱们说现在的社会也是挺丰富的 就是说人品方面 做派方面 请如果说 就比如说咱们有家庭了 比很忠实这个家庭 就那个意思吧 生活习惯好一点 因为别就是不要说 现在有的哪 那就是比较忠情于说 什么社交啊 什么应酬啊 这方面不太喜欢 因为这个前夫 有这方面的不好的习惯 所以造成了你们俩 后来一婚的局面 你就不希望再找一个 生活习惯不好 在一个这方面 对身体也不好嘛 王大姐告诉红娘 她前夫就是应酬特别多 所以才会导致后来身体不好 这一次再找班 她一定要找一个生活习惯好一点的 至于其他方面 她也不做太多要求了 王大姐经历简单 有点像长不大的孩子 刘大哥呢 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 也懂得心疼另一半 如果两个人真能走到一起 估计也能挺幸福吧 于是红娘决定 让两个人见上一面 哎呀大姐这车里边是装的都啥呀 装头小狗的小狗 叫酱黄的 小猫小狗的东西 嗯 猫啥 嗯猫啥 都敢操铺了 是 嗯 那我做个车有点乱的 嗯 还行 反正你就自己 等一下我把我这个骗子给你 不用不用 我就这么上 瞧瞧哭一瞧 哎呀 哎呀没事啊 我可这儿呢 看见我了吗 哈哈哈哈 猫梁里边 对我对猫梁里边 大姐你开多少年车了 这十多年了吗 十多年了 老四季了呢你是 那也不行 你平时出门也自己开车吗 嗯 大姐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 终于来到了和刘大哥见面的地点 那么他们两个会不会是彼此那个对的人呢 他们的相遇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大哥那儿他现在住的房子是租的 然后不怎么太宽敞 嗯嗯 然后大哥说现在今天外边的天气也还不错 嗯 先搁这一块儿见个面 嗯 那他自己没有房子啊 他目前没有 之前做生业 嗯 外边欠他点这个款 嗯 然后今年大概是十月份吧 嗯 这个钱能回来 然后大哥说 想在这之前找个对象 嗯 然后说这要是有对象了 然后可以看看喜欢哪儿 嗯 或者是想在长春还是不想在长春 说再研究 大哥 哈哈 哎你好 这个是大姐 你好 哎呀我个手 你好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我个手啊 嗯 这个你们两个自我介绍一下吧 是不是 啊行 我姓王 我姓刘 你好 叫王啥啊 王平 我叫刘志祥 我五十一岁 啊 我我六五年的 58了 那咱们往里边走走啊 往里边边走边沖 那是比我大几岁的 你是 我是七二的 大七岁 挺好的 反正我感觉到都挺好的 人挺阳光的 那他阳光也是咋看出来的 感觉他这眼瞅得反正挺 在我心目中就是这样 我感觉到 你心目中要找的那个人 是大姐这样的 见第一面 对大哥的第一印象怎么样 印象挺好的 人也挺干净 挺利索的 小妹 你现在做啥 我没做 什么没做 什么没做 就在家带着 在家就是跟父母在一起 你现在在这附近住 在那个建设的123厂 原先我家就是 我家这个就是 这个万家花园 我的房子在这儿买的 是126平 现在给我清洗了 我那边签那个钢财款 现在都归我了 我现在是住的房子 嗯 刚才财款有大概有多少 三百多 大姐现在跟父母在一起 嗯 嗯 父母都八十多了 嗯 八十 八十 挺幸福啊 我父母都不在了 是吗 我一个女儿成家了 嗯 我现在轻松前进 嗯 我想有爸爸妈妈 哎 不在了 那你说年龄大不可能是啊 六大七岁 嗯 五十八 五十八数什么的呢 蛇的 啊 数蛇的 我不是这个年龄 你接受不了 嗯 是不是距离 嗯 嗯 他说的什么意思 他说你们俩这个年龄是不是距离 你能不能接受这个年龄差 对对对 嗯 嗯 啊 出这个意思 嗯 你招有点大 哈哈哈哈 哈哈哈 没事没事没事 但是大哥这个身体啥都挺好的 我身体没有问题 可能是他那说 但是我 我就还要 我就在二十岁 那才那个 那个 我心 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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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嗯 我也没啥顿 年龄要不接受这个事 那咱往下就不能聊了 你一直盯着这个事 问是说明你对大姐很满意 想要跟大姐了解下去是吗 是那意思 怕他介意 对 找的是一个人生的伴侣 下半辈子一个伴侣 他比我大 假如说他要先走 又把我扔去了 然后我到老了 我最后还是没有办 说红权遇上五老少 不一定说 对对对对 说话说难听 不一定谁比谁先美 不难听 不难听 所以就是如果各方面觉得 还都可以 能了解的话 其实我觉得年龄这块 可以稍微放一放 因为大哥这个身体吧 他也挺好的 不是说他五十岁 他就身体健康 他六十岁他就一身病 这个人跟人不一样 体质跟体质也不一样 然后我也能看出来 大哥对你还是挺欣赏 嗯 那我觉得那这个年龄上 就可以先放一放 再了解了解别的方面 是不是 嗯 再闹了好好闹 行行 那个啥呢 就是我现在这个 我家庭情况 我们跟你说了吧 对对 刚才说了 你觉得还有别的事还有啥意义 没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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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年龄稍微有点差 年龄稍微有点差 年龄稍微有点差 有点差 因为我一直也没怎么 就上完学 然后也就是进 生活啊 进我啊 我是专科的 专科的 然后也没怎么进入社会 就是特别简单一个人 我也想找个简单的 简单单的在一起生活 我的人 我做事 我不说怎么豪爽说话 我说的做事 我不说怎么豪爽 最起码找一个懂我的人 我能用真心去爱他去 咱去说 咱吃下锅肉就没问题 我也不用谁掏心 咱就说原则是咱不违反 这是必须的 嗯嗯 没有言语意义 对 那倒是咱不去做点 不能违背良心 不能去伤害别人 对对对 对对对 是吧 要懂 我跟你说的都真心话 那都真心来跟你说的 对对对 听得出来 如果不是我喜欢 我不会跟你 听得出来 你对咱俩的事情 还有什么意义 没有什么意义 就是 年龄有点差有点大 这个还是问题吗 现在是不是问题 影响问题 现在就是一个问题 别的方便都讲 现在这个问题 那么能不能 可不可以的 心里的承受年龄就是四五岁左右 大姐 你实际上 跟你心里上的年龄就差两岁 我觉得这个也没有很 很多 对不对 我站起来吧 大哥都太多了 没事没事没事 大哥实在是太焦虑了 其他我跟你说 咱都说你年龄大又小 可能说 所以说 方方面面的 不一定睡 小伙也不一定行 所以说干活什么 练球的 也不一定行 对 这个话不能多老了 老婆老了 就是有点 感觉跟我前伏有点像 哪方面跟你前伏有点像 就是说话的 就是说话的那个都挺像的 我看 头头是道的这样的 能说 所以其实 如果光差在这个七岁上了 你是能接受的 但是后来这一系绕出 又觉得 这个风格太像了 跟你前伏有点像 太像了 所以你这个 拿岁数来讲也是一个 岁数是一方面 这个也是一方面 就是我有点不太喜欢 这个类型的 然后刚才 你俩聊了这么半天 你也表了很多心意 又把年龄这个事 拿出来了 是为啥呢 是因为大姐姐的 你说话唠嗑的方式 有点太像她前伏了 然后 这个 年龄上 是一方面 另外一个 这一方面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 哦 到这吧 然后有合适的人 我再给大哥大姐介绍 来 好嘞 好嘞 给大姐帮个手帮 好的 再见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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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